很久没大家做汽车类的内容 那重要的都是我之前换过很多很多辆车 那这个不是个炫耀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对车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研究 还是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的 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现在开了这辆保持节的TECAN 那很多观众之前就说 你要不要出一期使用之后的一个特别 因为之前我做过一个钢铁车之后 钢铁车的时候的一个Vlog 就等于说是大概讲一下当时的功能 大家更想知道的是 我使用了这辆车已经买了两年多了吧 两年半 两年半之后这个使用体验是怎么样 这辆车到底值不值得买 尤其是在北美这边 因为我感觉北美的这个保持节 就是包括它的基础建设 跟国内也不太一样 所以今天呢 也是以这个今天一个Vlog的形式 跟大家讲一下这辆车的一些毛病 一些好的地方 还有一些你需要买的时候注意的地方 还有一些保质率的东西 所以这期视频是非常干户的事情 大家一键三连点赞视频 首先这辆车我们是2021年 对不是2021年3月份买 当时是13万5加币 当时是好打折 抬看这个车啊 当时2020年出的时候我就很喜欢 但他们当时还装逼说 什么后面什么会无人机 扯淡 但是以为买买这样子送无人机 你知道吗 因为大家如果关注保持节 关注的多一点的话都会知道 他们刚当时宣传片都会有 然后 但当时那个这个价格正好是一个宣传 就是当时可能市场价可能是15万吧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卖的不太好 也可能是疫情 2021年那时候正好是疫情最比较猛的时候 哎我们就这个打折 我一看这个车打折13万5 OK啊 整个人民币不到70万 我很值啊 因为七十弹在国内 你根本不可能 买个买天 看内饰首先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车的一点 是因为我觉得内饰双频 很高级 副驾的话是可以调歌的 然后其实副驾的频跟主驾的频基本上功能大差不差 只是说不能做一些 比如说你是不能断设备不能换设备 但基本上你可以调歌 你可以看脑袜什么都能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苔看和区别于其他 像911系列的一个很大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中控的颜值 包括很多女生国内的女生 包括我看小龙书上刷 很多国内的苔看的车主 其实都是女孩子 我觉得他们很大一部分选择这个车的 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车的内饰的豪华程度 我觉得算是一百万 国内是一百万人民币里面 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 然后我可以看 其实内饰的一个感觉叫 重点要讲的 重点要讲的东西就是 它的电子声浪 你们可以点到这里 这个到时候抬开就出来了 电子声浪开这里 Electric Sport Mode 上 然后这个机车 估计应该能停的 然后这个基本上如果你把这个打开 然后就会越来越费电 然后这个声音就有 有一点点 如果你们有 开过i8的话 应该就知道这个声音基本上和 宝马那个i8的声音基本上一样 没什么太大区别 然后这边可以调 一些悬挂 还有一些你的Drive Mode Drive Mode就是基本上 你像我一般省油点Range 然后一般有时候想踩一下 但我开车一般都是非常的文明 所以我一般不会点Sport 在今天开里面点Sport 然后 所以基本点Sport Sport之后 就加速真可以 就是我觉得其实这辆车在城市里面 城市门像我现在的 就很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因为为什么 我现在自己家里是有一样SV的 那我平时自己跑多多多室内 基本上来回公里 最大的来回 基本上120公里左右 一次单天出行 那我觉得这辆车 就非常符合我这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单天出行100公里左右 那讲到100公里左右 基本上就要讲到 那是我们讲完 对不对 基本上大家看网络的图片也能看到 这是一个比较好点 然后讲到Range这个车 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车到底能开多久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 我开了两年了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基本上就是300公里左右 虽然它充满 充满能开浅是380 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开到310320之后 你开始心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 真正的可使用的一个公里数 基本上就是312左右 基本上开到312 你就会觉得要充电 很多我的观众来自世界各地 就是真的是哪里都有 很多人都说 哎呀哪里很懂哪里很懂 我跟你讲 多伦多的交通是最多的 我跟你讲为什么 你见过他妈的来回车道十几条 真的 这这一个 我们现在这一个很 就这一个这一面 得有十几条来回的高速 每一条都是很多的 就是多伦多这个地方 妈的就是路 路也很长 也很长挺宽的 但就是车多你知道 你这样平时我们 我们今天是周六 我们刚才从家里出发 现在就到他当趟 你可以说我住不住的市中心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 基本上你要往市中心开 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这么夸张 就是这么夸张 然后就是堵在这个 就等于说所有的高速 只要来去市中心 所有的比如说 一号高速二号三号高速 最后会成一条高速 就这一条 然后开始堵 所以我觉得 哇就是 有些时候为什么 在北美 在多伦多这边 也不想买什么好车 就是我不知道别人 我就是越来越往后 是因为真的堵 然后呢 天气又不好 哎 令人失望的事情 那保时捷呢 现在其实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他之前一直听人性化 他会 比如说你没电来 因为讲续航的问题 他这边就可以有一个 专门的选项可以看 哪里可以充电 带有充电某高 肯定这些都是没有用 因为为什么 你看他很多对不对 但是他那个充电的时间 很长很长 我不知道现在保时捷 现在的台海 有没有快充 但至少我这一代 我自己在家里安的充电桩 我先不说安充电桩多少钱 安充电桩这个东西 那 整个这个充满 我大概算我全部充满 最起码需要12个小时左右 哎 甚至更多 最起码12个小时 那 我就问 比如说你去这些地方 好吧 去这些所有的充电桩 你没有快充 你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 待12个小时 对不对 待10个小时 根本就不太可能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鸡肋的地方 也是很多 电车的人 想买 想考虑 才看 很大一个因素 就是首先 在北美留学这边的人 如果你不是准备 留在这里 如果比如说 你家里没有给你预算 买房子 或者就是 你住的是公寓 就算给你买房子 买的是公寓 公寓 不让安保时捷自己的充电桩 就是你买这辆车之前 你 如果你是 住公寓的 没有办法 安他们保时捷自己的充电桩 包括安充电桩 你还需要钱 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不想考虑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车就没法买 你没有充电 充电很麻烦 你是能开 保时捷给你充电 你不可能每次 你要充电 你就去保时捷的 第一车 不要一直做十几个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车的一个诟病 我也觉得是 在我 就是如果我为 为这个潜在 抬看的 潜在车主考虑的话 我觉得是需要 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range 还有它的 就是它充电的问题 充电问题绝对是一个 很大头疼的问题 然后包括之前 我以为啊 我买这个车之前 也是以为 他妈的 这个车是能跟特斯拉的充电桩 共用的 然后可能充电20分钟 你知道吗 结果我一想 我那妈是傻逼 那我那妈心想 特斯拉为什么 免费 就是如果公司 为什么免费把这个充电桩 给保时捷用的 可能不可能 对不对 是买了之后才发现 幸好我们 我自己住的是house 是那个 那个是可以装的 要不然就 我买了之后 就根本就 哇 整个是非常头疼 这个车的空调 是非常非常容易 出故障 包括你们可以搜网 任何做台看的车评 真正的 开过一段时间 而不是说 这辆车 拿在那边 这个多辆 白公里加速 没有人看那个东西 最主要看的是 使用体验 我这个空调 最买坏两次 而且呢 很二的一点 就是保时捷 可能因为芯片的短缺 一直没有不到芯片 就导致了 我上一个冬天 他妈的 开这样的车 是没有空调的 你知道多尴尬 我记得很清楚一点 我去接我朋友吃饭 他正好滑完雪 回来 然后呢 我说走啊 吃开就拉 然后出来 OK 然后就我一直空调不热 我说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 他整个滑雪很冷 他说 哎 后来开起来 然后我们就 那个那个 刚滑雪很冷 结果到车上 比他说他妈的 你车里面 比他妈那个 比他们滑雪还冷 所以就很扯 而且修不好 就是我也当时 在保时捷这次当地的dealership 去complain 就发邮件跟他们讲 啊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结果送我了 五百块的代行券 因为就因为这个保时捷的 这个空调芯片这个事情 这个空调一直在坏 整个坏了我三 大概三个月 这个冬天这样子 我整个一个冬天 都没有 就没开呢 根本就 就没有开到这辆车 因为根本开不了 加拿大冬天 你们也知道要死 什么零下二十几度 你们有空调 是真的是爆炸的事情 买这辆车有些时候 真的是看 看你人品 人品不好 一进来 哎 冬天 哎 这个空调不好了 哎 就叽叽了 所以如果是在加州的兄弟们啊 也很多 很多次民都是在加州热带 澳洲啊 啊 对吧 悉尼这种地方 墨尔本 很适合买这辆车 哎 你们是北美 不要买 哎 这个叫天一冷 这个车的芯片开始 偷偷还不过你 空间好 其实空间一直大家说 比较 哇真的 比较想说注意的 然后因为是叫跑嘛 后备箱也看一看 就是如果是行李的话 机场的话 一个箱子就是够的 一个就是Fullside 31的 那我像我平时自己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用这辆车 那所以我基本上一个男生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店里的一些存货吧 但是基本上是扣用的 就是基本上说难听点 这个基本上就是很窄 就你可以把这个想象为比911稍微宽那个大概一倍吧 就是后面坐着很难受 你像我这个身高 我一米八几的身高 坐着后面就非常的窄 很难受 那这就是为什么这辆车其实如果要真的很舒适的驾驶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人最好 就是 副驾 主驾 后面就是塞一些东西 杂物之类的 你可以看我刚刚正好在 哇 花了钱把它吸了一遍 你可以看这里面的 看里面的这个内饰的感觉 就是这吸完之后 其实这个感觉还是挺帅的 是吧 就是我觉得这辆车的颜值啊 你看这么看 这个颜值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么看 对吧 然后 包括它这个 是吧 女孩子拍照必备这个保护这个标的在这 所以这整体来说颜值是不错的 然后空间 空间的话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要给大家讲 就是它的前盖箱 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非常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点 就是它的前盖箱 我们有些时候 你像我购物的话 shopping bag 都可以放在前盖箱里 你看 我里面放两双鞋 所以基本上 你买双鞋 买个包 它不是超大size的购物袋 其实都是可以塞进去的 然后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它 储物空间是非常够的 前盖箱后盖箱 然后 差不多就是没什么 然后 现在反正 升降盘 升降都是有的 因为我这个车配的当时就不是说特配的特别顶配嘛 但是我觉得 整体的舒适性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两门的轿跑 就是冬天 它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车主 就是 那个观众有没有人开过 比如说麦克伦 布拉姆金这些 他们这种车 一到冬天 它的sensor就会坏 就像我的 有些时候我的轮胎的sensor 它就会 就时不时都会跳票 那你就得拿到保时捷去 让它去用它的电脑去刷 它这个就经常会出现 就是你的方向盘 怎么怎么样 液压重 液压 升降是液压助力有问题 那 具体来说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已经送到原厂好几次了 两三次 它每次帮我把这扣销掉之后呢 大概过一年或半年又会出来 然后又帮我销 所以它这个小问题还是有 但所有时候都有问题 这很正常 所以我觉得怎么来说呢 总体如果是10分的话 现在来说 我觉得6分 6.5 就是颜值 主要是那1.5给的是颜值 具体实开和续航方面真的是挺一般的 差不多就是我们对这个TICAN 4S 我们这个是很中配这辆车的一个 差不多就是一个很诚恳的一个讲解 对 还有我很喜欢就是这个 这个它这个触控感 可以调控调 对吧 然后可以放一起调 然后副驾如果想 想自己调温度就自己调 这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喜欢这辆车一点 然后它可以调Sports Mode 然后可以调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摄像头 然后前后的 就是它停车啊 所以为什么这个车非常适合女生开 因为它这个 如果开这辆车你停车还能蹭马路牙的话 你看几个摄像头 1 2 3 4 5 6 7 8个摄像头 这8摄像头还不够你 还能蹭路牙的话 那真的就是算了嘛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才看 怎么样 看这些视频 你们相迈吧 这是可以说的东东东这边比较正宗的一家 很像国内汉堡店味道的一家 炸鸡店 叫轰炸鸡 Super Chicken 我们别喝点 我们今天点了 两份汉堡 三个汉堡 一个大桶 哇 这个真的是 哇塞 来 首先看一下这个桶 我们这一共多少钱 这一共是88块 88加币 然后 来 先吃一个 够啥鱼肉 够啥鱼肉 乌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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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翅 鸡翅 我吃鸡翅很能把鸡翅直接咬一咬 所以 但是 听说那是不健康的 来 上去 耶 这个外满我之前在老在店里面吃的 因为 它很便宜 然后 味道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 这其实太好吃了 鸡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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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鑫 昨天鑫买了 叫好乌龙果叉了 卡到率蛮低的 我觉得蛮好喝 meg 可我想吃下来 来来来鸡水 嗯 嗯 而且我吃的东西有个习惯 我吃鸡腿这种东西 我把前后都咬光 就我变得有这种东西剩 然后 我记得之前跟我之前女朋友 她吃饭就是 吃东西它一定会剩这种东西 然后就每次很不爽 我就把它拿掉自己来吃 嗯 嫩啊 来 板烧鸡腿饱 这个你可能在国内不懂 但是 在国外 板鸡腿饱真的是 特别特别难吃到一个 我非常想念的东西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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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来我拒绝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刚出版上基热宝 我每次 因为上海嘛 每次我都要跑到家后面 那个哪里 正大王场 那边去买 15块超值午餐 版上基热宝配可乐 配薯条 然后那时候约初中喜欢的女生 在这排排坐 摸手说 然后我可能有点 错意的接触 那时候初中的时候 麦当老师我第一个谈恋爱的地方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有没有观众也是这样 有试试可以扣个1 有没有共鸣 所以特选是百分之一的 秋林的味道 哈喽 啥 По nov 所以 过